三月二十一和二十二日 在何文田校舍举行的开放日 是二十周年校庆的重点节目之一 梁志仁校长在分幕典礼上 敲响铜锣 为开放日揭开序幕 为期两天的开放日 吸引了大概一千二百位访客 通过展览、游戏、示范、影像 专题讲座、表演和参观校园等等 令访客更加认识公开大学的发展 和办学的理念 本校举办很多公开的学术论坛 邀请不同的学者、嘉宾主讲 藉着公开论坛 较强与外界的沟通 促进学术文化的交流 将数学模式运用在赌博上 是否就能够胜券在握呢 本校科技学院邀请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 Steven Skinner教授主讲 介绍如何运用一个 结合电脑模拟程式 和数学模式技巧的系统 有效预测回力球运动赛事的结果 提高了下注时候的胜算 本校教育及语文学院 特别承邀曾凡光医生 向家长介绍 如何与子女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以及讲论父母和子女之间 可以如何养成情绪分享的习惯 通过实际的生活例子和个案 郑医生将解释如何 运用阴密感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 运用掌赏和增强化 达成有效的管教 协助子女建立积极和正面的想法 以及管理自己的情绪 如果小朋友上网每天四个小时 通常我们会怎样跟小孩子说 我很不喜欢你每天上网四五个小时 这样会影响你的功课 那里其实就有价值判断 有情绪的表达 可以怎样做呢?就是客观描述 儿子,我留意了你 最近上网的时间都多了 每天四五个小时 最好你做定点观察先 如果你看了一天就有结论 这个他就可以跟你争辱 你最好跟他说之前 说他之前 看一两个礼拜做些计论先 他说,那天你在这里我才这样 你就让他推堂过去 但是如果你观察了整两个礼拜 我观察了你有些时间 例如你星期一 你就是放学回来到六点 星期二你吃完饭九点到十二点多 你都在上网 做一个好的数学老师 究竟需要些什么的质素呢? 本校教育及语文学院 邀得前香港大学数学系 是主任肖文强教授 以三心两意的数学教师为题 配合中小学课堂上的例子 展述怎样三心两意 就是热心、专心、耐心、诚意和大意 做好老师的工作 将每一课都教好 不论在课堂内外都能够受业辱人 三分二只苹果要分四份 每一份 他就画画一些图画 就画了一些图画出来 画一画一画一画 我就知道了 六分一 那他那个姐姐很没耐性 骂他 No, no, no 不是,不是,不是 你这么笨的 这样也能错 你现在是在做乘数 不是除数 本校科技学院 要得美国加州大学 圣地牙哥分校的 余杰尼教授主持讲座 晶片接合 是用来结合不同半导体物质的技术 非常适合用于制造 一亿港球细小化、高速化 和高效能化的通讯设备上 例如是手提电话 无线上网、光纤通讯等等 余教授在讲座上 展述直接、绝元体和金属接合 三种不同的技术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这次研讨会 由香港公开大学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 和财经界人力资源 资讯委员会合办 希望透过商界和学术界 就目前环球金融危机的交流 让大学生掌握更多市场和就业前景的资讯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嘉强教授 应邀出席研讨会 并且发表主题演讲 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 虽然环球金融环境导致经济情况暂时逆转 金融业在现代经济 仍然发挥不可划决的作用 而且仍然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研讨会专题讨论 由财经界人力资源咨询委员会主席 陈子正主持 讲者包括摩根大通银行总投资部 亚洲董事总经理陈兆伦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和财务及决策学系教授张日良 保元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非执行副主席雷延达 花旗银行香港区资本市场 及企业银行业务总裁麦永森 和光辉国际香港华南区主席徐沛恩 让我们来到更多的问题 如何有这些改变 Andrew 影响了职业的影响 尤其是我喜欢你提出 改变的需求 不同的职业务 资金额 和清职的领域 近年西方教育界兴起 国校为本的理念 并以此平和院校教学资源分配的合理性 乃至教师和学生 在教语学方面的职效 是否让人满意 教育及语文学院 邀请了三位著名学者 探讨国校为本的根本理念 以至如何应用在不同的学科上 我们为自己的模特性 我们认为四个重要的因素 以成立学生理学生的一步 我们的挑战是 如何继续与八个学生 成立学生理学生的一步 然后将学生理学生的一步 认为学生理学生的一步 校友日以集体回忆二十年为主题 通过查聚 从幼校舍和学生校友表演欣赏等节目 让校友、教职员及其友好 一起重温昇日珍贵的大学生活片段 大部分出席者均享应大会号召 穿着代表校徽的蓝色或绿色衣服 为校庆剃造另一段难忘的回忆 当日还有餐酒品评 售卖大学纪念品和书籍等项目 当天本校还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新书《理想不在遥远》 《二十个终身学习的动人故事》 以中文编写 各种新挑战作出准备 中文编写 中文编写 文编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